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3月24号2020年 现在我是在多伦多 这里现在这个冠状病毒 就Clova-19这个Virus 现在就是感染人数非常的急剧增加 在美国呢 现在你们看到这数据已经是5万人感染 接近5万人 新增病例是5800接近6000个人 然后在欧洲地区呢 也是很严重 意大利肯定是现在是最严重 已经到了失控状态了 那个Portuguese就是比利时呢 有2300 Sweden呢2200 加拿大呢 现在是2177例 增加了86例 相比其他欧洲国家呢 还稍微略好很多 比如包括比澳大利亚 还比Sweden呢 还比Portuguese都好一点 然后呢 再看到亚洲这里 也有很多感染病例 现在基本上就是全球 都是很多人在感染这个病例 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又接近686个病例 就是截止到昨天为止 所以在加拿大 今天的加拿大呢 今天增加86例 然后刚才看西班报道 已经暴增到了500多例 今天一天 所以这个病毒呢 就是非常的严重 前两天呢 政府已经 加拿大的多亚多政府 已经热令关闭所有的餐馆 和那个对外的这个营业场所 今天到午夜 到20 都今天晚上 零点以后 就是零点以后 就是所有的 非essential 非 就是非essential的这个公司 全部要关闭 除了那个 就是急需的地方 比如说是supermarket 供应食物的 还有银行 还有一些很基本的一些 一些 一些政府设施是开门的 其他基本上都要关 所以这个 昨天晚上听说 多云多上空还喷洒了那个药水 在有些人口集中的地方喷洒 我们这里好像还暂时没有 我们住在多云多的那个北面 所以现在这个疫情呢 非常严重 所以影响了房地产市场 就很多朋友呢 他买了房子以后 他就说两个星期之内嘛 也可以跟那个builder 开发商协商一下 是不是可以延期 这个cooling of period 而且就是说 如果你在就在疫情前买了 现在就是有问题 如果这个down payment deposit 如果觉得想付 因为有的人暂时失去了工作 比如说很多店关门了 他就是没有工作了 所以这些情况都是可以商量的 政府也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 包括这个mortgage 有些贷款可以defer六个月 包括多伦多市政府 地产税都可以连期两个月再交 所以这个政府也在大家帮到大家 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要隔离 social distance 就每个人之间出去公共场所 要保持两米距离 希望这个疫情能很快过去 大家对这个房地产市场 还是应该有信心 因为这是长期的一个投资 这种疫情很快就会过去 这是这个时间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就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这里就希望大家保持这个social distance 和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希望我们等疫情过后 我们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够投入到工作当中 也希望我能够以后能够更好的 为大家介绍到新的一些楼盘 帮助大家解决关于投资买房方面的问题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